好,这条影片是讲example2.12的 M1中4的2.12 这条短片可以帮你学习这个题型 也可以帮你做到exercise2C的第14条 首先我们看到很多文字不需要担心 我们重点是需要学习如何去看一些keywords keywords是要highlight的 首先有500只熊蚂蚁 他们移民到一个地方 10天之后 变成3万只 由5000变30000的增长 有个科学家估计predict 这些字眼经常出现 就说那些熊蚁呢 就会是3日后immigration immigration 你看到这里又有immigration 就是这里又有immigrate 然后这里又有immigrate 就是同一个字 10天之后 就会是根据这条色 is given by 整天都会问的 M1你会看到 整天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就是某条色 就去代表一些的数量 N log和k 就是一个constant N很明显就是说红蚁数量 就是我们这个N 就是说number of red ends T就是代表time 今次的time就是date 是date 那我们关键 就是留意这些符号 字眼 其实做就会容易做 就算你不明白题目 你都知道要代什么数字 譬如他现在叫你找N0 和k 那你有什么数据呢 你会知道500只N 这个其实是N 是吧 是吧 3000只N 3000只Red ends 这个都是N 但是两个N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 就是3万这个是10天之后的 就是我们可以写下T等于10 那对应N就会是3万 就是我们有这些意识去做 那阿sir 我知道这个N是5000 那其实对应是什么时间 因为他是刚刚有5000只矮 进了个park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有5000只矮 所以这个就是T等于0 这个要关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意思是start 或者我们有个特别的字眼 叫initial initial 就是开始的意思 是有这两个意味的 你看到这些字眼就代表T等于0 那所以A part很容易的 就是代回T等于0 5000 你就会发现到 k就会消失了 因为代T等于0的时候 0乘以k 就是会0 就是其实这个步骤就是N 不是N 是5000 就会等于N0 E k乘以0 是不是 因为T 这个是T 这个是N 那所以 这个呢 就会是E乘以0次 就是NLog乘以1 因为这个是E的0次 那所以N0呢 就是 我刚才读NLog 这个有另一个读名的 就是NLog 这个叫N0 那就是5000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步骤的 所以看片就重要了 因为你不明白 无端端为什么会变成N等于5000呢 其实有这个步骤的 那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经常都出现的 经常都出现的 OK 好了 接着到B 不是B 到K 我们有第二组数据 有这一组 又有这一组 那就是10.01组下去 10.01组下去 你会看到 因为N0已经有了 5000 所以只有K这个未知数 那就移行 除过去 然后NLog 它 除过去 是不是 然后NLog 两边 那这里呢 就会是NLog6 等于NLogE 10k 所以这两个抵消了 就是10k 所以除了10k 就是这个答案 OK 那同学说 阿sir我按小数 可以吗 就是我按一个 小数出来 有没有问题 那NLog6 就除以10 那很长的 那我假设我拿 0.1791 75 95 那样 因为这题目就没有说 说correct to 多少 是吧 那我们用 就是 究竟是拿不拿呢 那样 我建议呢 就留下 这个 exact value 留下这个 exact value 会好一点 因为之后用呢 会准确很多的 所以尽量不要这样抄 这个数字出来 不过你可以抄低它 令到你可以之后用的时候 即算的时候 可能在思考上 会容易一点 那接着到B part B part呢 他就说 现在呢 就有些红矮 就 问你 问你的number of 你要知道自己 你要知道他问些什么 他说number of red n 即是叫你找什么 叫你找那个n 是吧 那就是他应该给你什么 因为条式 条式本来是n等于5000 是吧 算到那个n0 ek就是lateral log 6 over 10t 是吧 那这个本来是k 那其实整条式剩下n和t 那他要找n 那即时有个t给你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题目就是 820 days 那你就可以代回20 那代回20 那代回20 就好像B part的做法 那样 代回20 代回20 然后就用一些化检 那 阿sir我不像他这样写化检 我直接按摩 可以吗 是可以的 你直接按摩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需要好像他那样写化检 是因为这个步骤化检就容易 但是有些化检可能难的嘛 那你按机子小心点按 或者你把刚才这个数 你储存了它 是answer 通常answer 是吧 然后呢 就乘以20 是吧 接着就 依这个answer次方 是吧 你可以按摩 然后再乘以5千 都会计到18万的 OK 行不行 那你会想象到 咦原来5千只矮 一路一路成长 就会发育 就会变成20d 之后 就变成18万只矮了 OK 那这个是很快速的增长 好了 那这条题目讲完了 那其实对应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做这一条 下面 Quick Practice 12 Quick Practice 12 其实就相对简单一点 因为它是不需要找个N0 不需要找N0 它直接就已经叫你计K的了 那这里你看到 咦它今次叫你4 decimal places 那你就听它说咯 找4 decimal places 不过 不过呢 请你抄长一点 就是可能的数值是0 很长的 不知4还是5 不知有没有尽位 不知403 尽位很长 你抄多几个 我建议你抄6个DP 抄6个DP 会准一点 然后就下去计下方 那些 那留意下面是 N1,000 那又是 你看到Hours 是讲一个Time 就是给你一个T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些 关键字眼去做 就算我整条题目不看 不知道什么叫做B,A,C,T,E,R 解释你不知道 然后你照代 哦 那它说660个这些 是吧 然后又有4个T T等于4 那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处理到 好 那对应14条 我也讲讲14条 14 那14呢 就叫做 又不是小心一点点的 就复杂一点 就是多很多字眼 你又看到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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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住关键呢 看一看这些数字 看这些数字是代表什么 最好看单位 其他技巧是看单位 未必提提的有用的 但是有时候有用的 看单位 那又有另外一个单位 那你因为单位是可以看到 譬如C 哦原来C是这个单位的 接着呢 哦 又有个Month 又是这个单位的 那你就留意那些单位呢 会对应容易处理的 你看到他说什么 just after accident just after accident 这些刚刚好 那就是T等于什么 想想 ok 那接着呢 他说 6 month 这些可能他不是用数字表 但是用英文 但是6 month 那就是T是多少呢 是吧 那你对应有两个C 是吧 那你就可以懂得计 是吧 接着下面又有一些类似的字眼 哦他问你how many month 就是其实要你找T 是吧 其实是叫你找T 那应该 如果叫你找T 即是应该给你一个C 那你就看到这里了 那你也看看这些字眼 看看是为什么 看多些 学多些 就慢慢会识的了 ok 那短片这一条就到这里 下一条就讲2.13 好 拜拜